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 那就是发誓 有些人在改过向善的时候 总会发一些狠誓或者是独誓 有时候甚至连祖宗八代都被请出来做见证 但是事过境迁之后 却又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发誓真的有用吗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忏悔的功效呢 法师和法院有一点不大一样 法师本来应该是相同的 我一定要怎么做 这叫做法师嘛 这法院呢 我想要怎么做 这法院 这个好像差不多 但是呢 法师啊 又法多师的 又法狠师的 发愿的话呢 一定是 发的好愿 可是呢 可是呢 在古代的 一些高僧呢 发誓发愿呢 是同样的东西 比如说 天台中的 智者大师 他的师父啊 叫做慧士禅师 他曾经就 有一篇文章 非常有名 叫做 《历寺愿文》 那是和愿 对他来讲是相同的 是是一定要做 愿 他想要准备做 准备要做 一定要做的事 这个叫做法 法师愿 叫历寺愿 通常呢 叫法愿 叫历寺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有很多的男女 青年呢 叫做三蒙海寺啊 就是结了婚以后呢 一定啊 白头偕老 甚至于 三可以啊 那还能够哭 他这个彼此两个人相守 有中老的这个 这个寺愿呢 不会变 这也很好啊 当然现在的人 大概很少发这种愿 可是 有的人发毒誓 发毒誓怎么发呢 就是说我一定要杀掉某某人 我不杀掉他 我不是人 这是什么话 他叫非杀人不可 我一定要报仇 如果我不报仇的话 我就死给他看 这是什么话 那么这种视野呢 往往是自害害人的 那现在我们 我们又看到啊 每一次啊 这地方的名义代表 或者是呢 行政首长的竞选之前 或者是竞选的过程之中 那互相的毁谤 这竞选的这个对手啊 彼此的在 漠黑 骂黑啊 不是漠黑 使得人呢 当时人听了以后啊 就 就去抓了一只鸡 来到啊 什么 土地宫前面 或者是马祖宫前面呢 来撒鸡 看鸡头 来的事 说如果说 我真有这样的事的话 我的头就像这个鸡头一样 如果 我没有这样的事 我没有做这样的事 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那照我谣言的那一个人呢 他的头也像这个样 像这个鸡的头一样 而且 两个人都一起去 去发誓了 还有的啊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土地宫啊 或者是马祖宫啊 或者是王爷啊 就很为难了啦 像这样子的有用吗 精选过以后 那两个人都是活得好好的 并没有一个人死掉 那像这样子的律师啊 是没有用的 那个是没有用的 但是 有的佛 有的佛 有的菩萨 他们为了度众生 一定要发愿的 发誓的 像观世音菩萨 这样子的菩萨 他是呀 曾经发过愿的 愿 一切众生啊 都能够 听到他的声音 寻生救苦 都能够得救 这个阿弥陀佛 也发了愿的 发了四十八个愿啊 要成所众生的 而地藏菩萨 也发了愿的 愿呢 地有为空啊 四不成佛啊 也发过愿的 还有我们每一个佛教徒 如果要发菩提心 一定先发愿啊 愿 广度一切众生 要断一切烦恼 要学习这个 所有的佛法 最后一定要成佛 这都是发的愿啊 可是发了愿 好的愿啊 没有做 这个责任没有了 那发了坏的愿呢 要不要受报呢 发了一时间呢 发神经 发的愿啊 发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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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知道了 觉得是错的 那应该忏悔 忏悔以后啊 你直接进责任 进负责任 从此以后啊 你不要再说谎 从此以后啊 不要再做这样的事 那么 你还是有改过的机会 不这的话 你的罪过就蛮大的 所以忏悔 还是有一点用处 不过呢 最好不要发那种坏愿啊 最好不要发的空愿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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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